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邓宏说法节目 我是美国南部律师邓宏 要么知法守法 据理力争 中期选举虽然结束了 现在大势已定 基本上共和党控制了众议院 民主党还是掌控参议院 并且白宫是属于民主党的 虽然这个战争 民主党跟共和党之间的斗争 从已经投票所里边结束了 但是现在这个战争延伸到法庭上面了 今天这个司法部部长 Mary Garland在华盛顿DC宣布 他会成立并且指派了 Jack Smith这位职业的检察官 来继续调查川普的两宗案件 这个在他的今天的记者会里边 这个司法部部长讲明 就是为了现在三天以前 川普宣布成为总统候选人之后 目前司法部面临了一个 可能会他的公正性 独立上会被怀疑 这种情况之下 司法部部长说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之下 他现在的话特别指派了 这个名叫做Jack Smith的检察官 来领导作为特别的检察官 他说Jack Smith现在还是在荷兰 因为他腿部受伤 在骑脚踏车的时候摔伤了 他现在是担任国制战犯 这个法庭里边的检察官 当然在过程之中 他现在要赶回来 在没办法出席今天的记者会的时候 他发表了声明 他说我会接受这个任务 会继续调查并且起诉 这个这些证据有到哪里 我就要查到哪里 就要起诉到哪里 我会秉持着独立的 这个并且还有依赖司法部 长期以来的传统来独立办案 当然他说他现在这个 现在的调查不会因为 在他的领导之下不会终止 并且他会进行独立的裁决 他会很快速的继续推动调查 并且将来结果会怎么样 就要看证据办到哪里 有哪些证据了 当然这个案子 可以看得出 这个究竟Jack Smith是何方神圣呢 他在哈佛大学念法学院 毕业之后他在纽约的检察长办公室 做了几年 后来他到了这个司法部联邦的检察官 在Tennessee做了多年的检察官 后来又对这个后来 他自此代表美国 在这个荷兰的国制战犯 这个法庭里面担任检察官 起诉这个战犯 当然后来他又回到了纽约 曼哈顿 以后担任了 这个廉政小组里边的检察官 起诉了Arizona州的共和党议员 并且定罪了 后来这个川普特赦了 这个以前的检察官 这个Arizona州的共和党议员 当然的话 他这个从目前看起来 他还是一个坚定的一个民主党人士 当然在这个指派检察官 这个权力是在司法部部长 检察官的功效 他就是还是职业的检察官 但是不会这个他来做决定 做出决定要不要起诉 以什么罪名起诉 还是要报备司法部部长 如果是司法部部长遵守 这个检察官的建议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可能不起诉 但是如果是特别检察官 已经建议要起诉 而司法部部长不起诉 以后违背了特别检察官的建议 这种情况之下 国会就有权力过问 究竟为什么司法部部长 不起诉 或者是不执行 特别检察官的建议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对当院来说 这也是预期所发生的事情 因为现在目前 可以看得出川普已经宣布 抢先一步 在司法部部长提出 对他的起诉之前 他已经宣布是总统的候选人 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法律界人士认为 特别检察长成立个办公室 是有必要的 因为毕竟你司法部部长 是总统所任命的 而拜登已经宣布 他会初选 这种情况之下 你是民主党总统任命的 那你司法部部长 会不会利用司法部 来打击政治对手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有可能别人会怀疑 司法部部长为了表示 这个中立 所以他现在的话已经说 我们成立特别组织 让特别的检察官 来调查这个事情 当然川普听了这个消息 也很生气 在他眼里边 他宣布总统 有可能这些调查 可能都会没有了消失掉 但是的话 他听到这个司法部部长 指派的Jack Smith作为特别检察官之后 他接受Fox News里边 他访问 他说我在过去六年 整整六年 我已经是经历了这些调查 我不会再度来容忍这样子 不会再度的 他说这个我希望的话 共和党有这个勇气来替我打这场仗 他继续说 他说在过去六年 所有东西证实我是无辜的 以后从Mula的特别检察官 对我的通俄门事情调查 后来的话 并没有任何通俄门的事情 那我还要做什么呢 说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 这个是不公平的 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政治意味的 他说他不会参与这个特别检察官的 任何的查询 他不会配合 当然他的儿子 这个Eric的话 他说也是在他的这个 这个True Social里面推文 他说那你对你司法部部长认为 针对川普的调查 为了独立 你成立了特别检察官 那为什么Hunter Biden 这也是这个牵涉到利益冲突 因为Hunter Biden牵涉到直接 这个你们内部的这些 有没有滥用职权 以后这种情形 为什么你司法部部长 不成立一个特别检察官呢 那特别检察官不会受到这个国会 或者各界的影响 但是的话他最后还是要必须 要向司法部部长里边来 来呈现的 在目前来说成立了司法 这个特别的检察官之后 可以看得出他们会牵扯到两宗大的案件 一个的话 究竟川普将国家机密文件带回Morocco去 有没有违法这个部分的话 川普他现在这个案子的话 这个由特别的检察官来接受了 另外一个他现在这个纽约的检察长 Loretta James 他花了这个 他这个告川普职团 两亿五千万的诉讼 他说这个川普跟川普职团 在申请贷款的时候 虚这夸大这个价值 所以他现在案子 有可能会演变成为一个联邦案件 同时的话 他现在正在进行的 就是纽约州正在州政府的检察官 正在告川普职团 他说他的员工 这个获取到这些福利 没有报税 因为他的这个财务长 这个Alan Whisper 他已经认罪了 他说我给小孩子这个学费的公寓车子 都是从公司里面出来的 所以这个部分还在进行 当然的话 这个纽约州另外一个案子还在进行 就是Carol这个 他逛状告90年代的时候 这个川普性侵他 然后川普在总统在记者会里面 他笑的话 他不是我的菜 这个官司还在进行 另外一方面的话 J6小组 他们现在已经是靠近美声了 现在的话 这个小组也会介绍 也会将一些这个证据 移交给司法部 司法部看样子的话 这个会不会进行 对J6的进行调查呢 另外一方面的话 这些以上这些都是属于联邦 还有是纽约州的这些诉讼案件 另外一个诉讼案件的话 是联邦政府管不了的 那就是乔治亚州的调查 乔治亚州现在还是在紧密落骨的来调查川普 就是在乔治亚州最后的选举的时候 川普打电话给这个州务卿 他说你帮我找出11700多账票 我们一定可以翻盘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这个乔治亚州的民主党检察官 正在还在进行大陪审团的调查 大陪审团一旦只起诉之后 这个认为有足够的证据 他可以正式提出乔治 起诉川普 说违反了乔治亚州的这个法规 但是这些所有的这些调查里面 最后的话都要进行起诉 所以法律界的人士 他说川普这个现在进行宣布的总统的选举 司法部也落后了一步 他只能是成立一个特别的检察官 特别的检察官他已经表示 他会这个证据在哪里 就办到哪里 这个独立的办案 但是最终还是司法部部长说了算 要不要起诉 在这个2020年的时候 这个川普在这个之前 任命了这个William Barr 以后在通俄门案件 Muller提供了报告 他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 所以那时候虽然独立检察官 他们进行调查 但是最后还是William Barr 将这个案件决定 不追究川普 或者是他相关人士的任何责任 当然后来 这个William Barr又成立一个调查 反调查 通俄门的调查 是不是司法部有这个参与了美国的政治 以后这个执法不公正 这个调查也是独立检察官 John Durham所进行的 虽然拜登上台之后 但是的话这个检察 特别检察官 是在William Barr的时候已经通过的 所以的话换了总统 但是的话他没办法换这个职业的检察官 John Durham还是继续 后来的话起诉了四个两个 一个认罪 一个的话 两个认罪了 两个的话被判无罪 最重要的话都是鸡毛算皮的 说没有向联邦探员提供真实的证识 这个部分来意 这个John Durham 因为他必须要向Mary Garland进行这个报告 所以这个部分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现在这个独立的检察官成立了 要进行调查 要进行起诉 假定的话在半年之内 任何一个案件进行起诉 但是在美国被告有快速审讯的权利 他可以输见输绝 但是这个权利是在被告手上 像联邦案件轻而易举 他可以将这个案件的话 这个不需要快速审讯 然后延期 一个联邦案件从起诉到打陪审团 至少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 而在过程之中 被告律师可以通过各种方法 以后要求证据 以后不断的排除证据 所以的话像这类案件 我相信川普的律师团队 很有可能就算起诉 有可能会拖到两年三年之后 而对川普来说 就算你特别的检察官进行调查而起诉 但是完全有机会 可以将这场官司拖进总统的选举 而刚开始我们也知道 川普打的牌就是用挨兵战术 乐水狗 你看看的话 我作为一个总统加倍超了 然后我作为一个前总统为民众做那么大的牺牲 各方的攻击我 所以这种情形的话 只会对川普的参选更会加分 所以将来我们可以看得出 2024年的总统选举 很大部分的话 是跟川普的官司有关系的 当然怎么样子来挽救川普 然后这个Marjorie Green 他所领导的话是右派组织 他昨天我们也知道 Jim Rogan 还有James Calmer 这两个所有的保守派的人士 已经说在一月份开始 他们会开始调查这个Hunter家族的腐败案件 然后在今天以后Marjorie Green也宣布 他会领导 以后调查 反调查J6委员会 在检察官有起诉很多参与 这个1月6号事件的民众 是不是受到司法部不公平的对待 所以的话 这个J6的这些被起诉 被迫认罪的这些人 究竟是英雄还是是暴徒 以后他会带领国会展开调查 所以的话J6的反调查小组 有可能是Marjorie Green所领导 当然这个会议现在勤埃落定了 基本上现在剩下6个职位 还没有最后的这个出结果 这6个职位基本上 像这个Yang Kim Michelle Steele 这个是可能这个8 90% 没有意外的话 都会顺利成为共和党的一员连任 而另外两个职位是民主党的 所以的话很顺利也会这个民主党 现在就有两个职位都是摇摆的 有可能是民主党 有可能是共和党 如果是共和党能够顺利拿下来两个职位 那基本上这个将来的职位 这个有可能是223个职位 这个职位是共和党的 在过去这个四年里边 这个两年里边 这个Nancy Pelosi 也是在223的领先之下的话 几票四票到五票之下 领导了共和党的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出 新科议员里边有什么这个特性 这个华新队民邮报的话 他说现在的话 在这次选举里边的话 有17位的新科议员 国会议员都是在20岁跟30岁中间 所以的话有17位 在过程之中里边的话 有12个新出来的新科议员的话 从来没有从政过 所以的话是新秀 同时的话在目前大部分的这个民众的话 他们都是大概57位议员是在40岁跟50岁之间 同时也有9位是超过60岁以上的 所以的话大部分还是40岁50岁 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也有一些这个历史性的 在俄勒冈州Oregon 他们选出了第一个拉丁一的 这个议员 这位议员里面的话是叫Laurice Santos 是共和党的 这个议员是女性 这个共和党的 所以共和党最近在这次中期选举 培养了很多小数逐一的候选人 并且成立这个顺利当选了 同时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出 这个目前女性的话 至少这个在1月份有23位新的女性 其中9名是共和党民主党 8名是共和党的议员 也后会这个加进国会里边的话 一共的话女性的国会议员会打的 其中黑人的话有27名 以后比去年26名黑人女的国会议员 还更多了一些位 将来这个新的一班 这个班里边的话 至少有46名是新的共和党议员 有37名是民主党的新科议员 所以可以看得出将来这个部分的话 会显得更加这个多元化 这个所以现在的话 这个政治所以的话 因为牵扯到立法 我们可以看得出 为了敢在共和党掌控参议院的过程之中 而今天这个参议院正 众议院正在讨论 这个保护分音法案 这个尊重分音法案 这个是保证同心链的权利 这个法案的话 已经有12名共和党的议员夸党支持 所以参议院已经过关了 那众议院很有可能过关 下个礼拜 拜登在新的议会 这个民主党失去国会三庄的时候的话 他会尽快想办法签署成为法规 这样子的话 将来最高法院 这个有可能 这个因为立法保护 这个民众 跟同性链的结分分音 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案子的话 就没有办法在最高法院被推翻 当然现在的话 这个拜登 他今天的话 已经透过司法部 向最高法院的话 要求这个上诉 上诉的最高法院 因为在第八存回法院 他这个三位上诉 存回法院的法官裁定 拜登的政府教育部 没有权利减免学生的学生贷款 因为这个贷款的话 会让纳税人损失3000亿 所以的话 他必须要通过国会的同意 才能够减免 当然这个司法部 他说我们使用的法规 是2003年所谓的英雄法规 英雄法规 他说教育部部长 在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的时候 他可以减免学生的贷款 所以他是引用这个部分 当然最高法院九大法官 会看一下 这2003年所通过的 这项英雄法案 是否适用于现在的情况 在减免过程之中 第一 当时这个是什么才算 这个emergency 现在疫情三年了 以后拜登已经宣布 这个疫情已经结束了 那这种情况之下 那为什么还要采用2003的部分呢 那你2003的法规 里面的话有解释 你在特殊情况之下可以减免 那基本上现在的话 有三分之一的学生 都不需要提出任何理由 已经他的学生贷款 已经是减免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对很多没有上个大学的民众来说 这个是这个不公平的 因为他没有上大学 没有借贷款 那政府部门的话 鼓励这些这个上大学的人减免 所以这个部分 将来最高法院会不会有可能会很快的 接受这个案子的紧急上诉 所以将来的话会集中在2003年英雄法案 是否授权给教育部减免学生的贷款 今天又有一个大的案件 这个司法部开始调查 这个Life Nation 是否有垄断的行为 Life Nation 它在10年以前 并购了这个Ticketmaster 我们要去看演唱会 往往都通过戏院里面的话 Ticketmaster来购买票的 而Life Nation 它本身就是一个营益公司 它有上百名的这个经理 掌控了全美国500多个 最有名的影艺人员 做他们代表 所以基本上它是提供 提供这个影艺平台的 招募了很多这个影艺人士 但是买票的话 它10年以前 将Ticketmaster购买了 所以基本上的话 演员是他们的 以后购票也是他们的 而Terry Sweet 他现在明年开始 要开始全美国的存回演出 没想到的话 光光开始 以后这个Ticketmaster 他说我们开始预定 光开始的时候 这个他200多万人订 没想到的话 有这个上亿人来定 有的是黄牛票 那导致的话 整一个平台 Ticketmaster已经crash掉了 crash掉没办法运作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他觉得很多这些民众说 你Life Nation跟Ticketmaster 都控制了这些演唱会 所以这个是构成不公平竞争 所以司法部学的一个 这个Life Nation跟Ticketmaster 然后有没有垄断这个市场 所以他们现在展开了调查 当然美国凡托拉斯 最重要的话是鼓励竞争 因为你一个公司独大 没有竞争 这种情况之下 他认为是对消费者 是没有利益 不利的 就像我们经常可以看得出 有了Uber 为什么政府要扶植Lift 这样子有竞争 有了哪个公司 他肯定有个copycat 模仿的模型 就是来竞争 以后任何一个 像Microsoft 以前的话我给你这个平台 以后司法部说 你以后打击其他的人 所以不公平 同样的 Google也是被司法部 来进行托拉斯的调查 就是因为你做广告 以后你必须要成为 我们Google的这个网络里面 才能够做广告 而其他人想做广告 都要经过这个Google这个平台 后来这个这种情况之下 司法部也展开了调查 现在的话就是说 司法部展开了托拉斯调查 有可能会将目前Life Nation控制了 这个演唱会 这个垄断局面打破了 Rick Crusoe 罗汉基的亿万富翁 他自此掏腰包 花了一亿零四百万的钱 希望的话能够割足 罗汉基的市长 没想到他这个还是被黑人 女国会议员Kellen Bass 打败了 所以这篇文章呢 就说 Rick Crusoe花了一亿多 所以在美国 选举是靠两票 一个是钞票 一个是选票 在以往基本上 就像Bloomberg 竞选纽约市的市长一样 他自己花了钱 用钞票换来了选票 为什么Rick Crusoe 这次没有得到 这个高票当选呢 反而落后 现在的话 已经是失败了 这篇文章也提到了 这个几点 他说Rick Crusoe 他在宣布的时候 太晚了 因为他原来 一直是支持共和党的 后来为了选举 他登记之后 才宣布自己是民主党 因为在罗汉基 如果你不是民主党 可能拿不到票数 所以他临时变更变了 他说Rick Crusoe 以前他所投资的 这些机构 这个都市属于慈善机构 癌症治疗中心 学优难加大的一些 这个机构 研究机构 他并没有投资 做一些政治的 这个团体的投资 所以临时抱佛脚 这些其他的非盈利机构 没办法来帮他忙 第三点 他说现在罗汉基 还有南加州 你可以看得出 只要是保守的 共和党候选人都没有当选 连罗汉基 现警察局局长 共和党的现任者 Alex Venezuela 会讲西班牙文 现任者 还是落后了 政界人士分时 还有两点 第一点的话是民主党 他们不择手段 尤其是在过去三年 利用疫情关系 以后开始发放这个全部的通讯投票 以前要申请通通讯投票 必须要讲出 要申请才能够 这是在过去三年的选举 都是州长说 因为疫情关系 我们不希望民众到投票站里边 这样子的会感染病毒 我们全部来发选票 选票这部分 有很多是重复的 有很多的话 是不应该去来投票 而拿到的投票 这种情形 对共和党来说 他还是打乖乖牌 所以共和党一直鼓励 你投票当天 要去投票 因为他相信 投票当天来数票 比较准确 不会做舞弊 结果罗汉基在11月8号 落墙大雨 很多人都来不及 本人去投票 所以共和党 他没有鼓励民众通讯投票 这是一大饼 一个败饼 第二个 在其他州 党工去收支选票 去代替别人去做 去投票 这种是违法的 但是在加州 他们立法允许 ballot harvesting 去收支选票 共和党的党工 他们到老人中心去 他们到学校去 到大学去 而共和党 他总部发出通知 这是民主党所玩的 这个很卑鄙的手段 我们民主党很清高 不需要跟民主党 来玩这个ballot harvesting 结果你可以看得出 选举开票 当天 Rick Crusoe是领先 Karen Bass 三个百分点 但是在开票的时候 慢慢的差距 拉开了 Karen Bass 透过通讯投票 领先于Rick Crusoe 所以这一点 共和党也要开始考虑 究竟 Harvey Bavisting 有没有效 要不要鼓励民众 也要通信投票 所以共和党 也要三思 将来两年之后的选举了 策略了 罗杭基警察局今天宣布 他说他们抓了20个爬火车的 这个偷窃之团 一共到目前来说 抓了700多人 然后今天抓了20多人 他们牵扯到 一共的话偷了 爬的火车 偷走了1800多万的货物 他们也是从这个网站 找到这些出售货物的乡家 找了 20多人被抓了 其实有700多人拿了ticket 但是现在出现问题 检察官不起诉 警察抓了人 但是检察官不起诉 这种情形的话 我相信警察也是白白花了时间 所以Union Pacific火车公司 他说在这开始骂检察长 George Gosgan 为什么这些抢匪 已经抓到了 你不起诉 以后George Gosgan 他是属于直径派来的 他说这些都是黑人 无家可归的人士 我们抓了之后 他们没有 只能是将监狱的床位 霸占起来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 在罗汉基地区犯罪 付出的代价太低了 所以导致这个 我们将来两年 在民主党这种直径派的政策之下 我们还要多人两年 Thanksgiving快到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案例 发生在阿布林地方 昨天晚上 今天凌晨 阿布林的警察拦下了一个酒醉驾车的 父女 没想到了车上的话 有五个小孩子 都是一岁到五岁 所以这个妈妈被逮捕 除了被以醉酒驾车被逮捕之外 现在保释金的话是五十万 因为每一个小孩子都被指控的话 就是每一项罪名都是有一项 叫做Tri Indentiment 危及小孩子的安全 所以如果是醉酒驾车 小孩子未闻十八岁 警察发现的话 小孩子在车上 有可能会被醉酒驾车 过程之中的话 被撞到受伤了 这种情形的话 酒驾也可能会变成一个重罪 虽然小孩子是你自己的 你觉得的话 应该是没有问题 但是往往警察不会理会这部分 因为在目前来说 酒驾跟家暴 往往不是黑人所经常犯的 都是这种良民所犯的 他们对这种良民所犯的 白领犯罪 酒驾还有家暴案件 检察官从严处理 为什么的话 妇女团体他认为 这个家暴这个案子的话 是女权的一个部分 对动物还有婴儿的保护团体 这个部分的话 直径派认为应该重罚 伤害的儿童 伤害的动物这些人士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 是两个极端 毒品 抢劫 检察官不起诉 但是家暴 酒驾都是重罚 在节日期间 一定要注意安全 以后本持着一个原则 那就是驾车不喝酒 喝酒不驾车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跟节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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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